大家好,欢迎收看ACYC1证券市场焦点解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加密货币的鸡犬升天 最近加密市场分云变幻 不断有新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概念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当中 根据CoinMarketCap网站统计 目前加密市场中可交易的货币量已经达到了5000种 对比今年年初增加了近1000个 同时整个加密市场的市值也从今年年初的8亿上涨到了24亿 只要稍微做过投资或者炒股的人都在讨论是否要投资加密货币 过去一年的暴涨行情更是使整个市场陷入到狂热当中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投资的加密货币有什么作用 仅靠猛威大拿的推崇就一头扎进了加密市场 更是将市场中投机的警告抛住脑后 复制代码进行包装直接上市 现在的加密市场就是如此简单 前有狗狗币一年暴涨13倍 后有柴犬币上限10分钟大涨100% 各种货币争奇斗艳 伴随市场狂热鸡犬升天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目前的加密市场 其实加密市场的火热 大多部分原因却不在货币本身 而是在于经济环境 往往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中 由于利率降低 存款的收益赶不上通胀 使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大幅上升 对回报率的要求也是水涨船高 投资者不再满足于10%的年回报 而是寻找让资产翻倍 甚至翻10倍的交易机会 在这种环境下 就容易资深所谓的爆款商品 这在金融危机时期 以及更早的经济恢复时期尤为明显 爆款商品的特点 就在于某个机构或者知名人士 或者是现在的网红带动 价格呈现飞速上涨 并且包含大量的泡沫 目前加密市场也正是如此 由少数货币暴涨而带动了整个市场狂热 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 更是加速了这个现象 而戳破泡沫的契机有很多种 但主要有两个 分别是监管的靴子落地 以及政策环境的收紧 一旦某种热门货币被爆出骗局 或者主流国家限制货币交易 那么对于加密市场来说 就是巨大的离空 随着越来越多的廉价货币进入市场 一一搏十的想法 也充斥在散户投资者之间 狗狗币的成功 让投资者异常期待 自己手上持有的加密货币 只要价格能从一分涨到一毛 自己的资本就能够翻十倍 每个投资者都对自己持有的货币 格外的有信心 然而投资廉价的加密货币 实际上和买彩票没有任何的区别 每个买彩票的人都想要中投降 但最终获利的却只是极少数人 加密市场同样如此 资本关注的永远只是那么几个商品 能够依靠投资加密货币盈利 也同样是市场中极少数的人 唯一的区别在于 彩票的预期回报率永远是负的 因为整个奖金池本身就是由买彩票的人提供 而加密市场由于其火热的现状 会不断地有新的资本流入 后入的资本会为之前的投资者买单 整体的回报率是正的 然而为了获得这个回报 需要投资者大笔资金分散投资 像天使投资人一样 买入上百种货币 依靠其中的一两个暴涨进行获利 但这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 要求显然过于大了 新加入市场货币问题不仅如此 由于没有时间的验证 新型货币是否有真正的价值 实际上很难判断 就拿狗狗币来说 狗狗币的代码来自于 对比特币和莱特币代码的复制 全程只用了三个小时 就是一种山寨货币 其价格相比于主流的货币 也更加的脆弱 随时可能被市场遗弃 此外 货币的骗局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回顾2017年 加密货币女王儒雅 短短两年内就用维卡币 取代了比特币称霸币圈 然而最终发现 却只是一个庞氏骗局 维卡币市值一夜蒸发 反观最近爆火的柴犬币 马斯克简简单单的一句 我正在寻找一只柴犬 就让其价格暴涨 然而柴犬币网站上 却没有提供任何与该项目相关的 个人身份信息 这样的市场完全可以用疯狂两字来形容 对于加密市场的散户投资者而言 廉价的新型货币 可能并不是机会 反而是陷阱 昨日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将暂停使用比特币支付 给出的理由是担忧比特币 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 特斯拉正在考虑 使用能源消耗更低的加密货币 这种飘毛的解释 的确有着马斯克个人的风格 一如在上周六他称狗国币是骗局一样 走在上一期加密货币分析视频中 我们有提到 比特币的应用需求是其最大的问题 单拿比特币买车来说 今日我用三个比特币买了一辆特斯拉 明天可能就只需要两个 对于特斯拉这种成长型公司而言 不管是从记账还是真实盈利的角度 都不适合推行比特币支付 而与之相反 以以太坊底链为基础的NFT数字艺术品市场 却在稳定扩大需求 艺术品价格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收藏的需求不受基础供需关系限制 利好以太坊的走势 最近相关新闻也有所利好 Ebay上线NFT商品的计划 也提振了市场对于以太坊的信心 比特币和以太坊应用需求的差别 也使其价格呈现明显的分化 上周我们提到 以太坊的市值只有比特币的40% 而现在已经接近了50% 以太坊有机会超越比特币成为第一大货币 从以太坊日线图来看 随着价格跳空暴涨后的回调 K线在高位形成了多根十字星 触发了反转信号 考虑到昨日马斯克的利空发言 加密市场呈现了整体下滑 会短线拖累以太坊的走势 此外 以太坊自身价格的暴涨 也需要时间进行筹码转换 机构散户相互换手 所以等待回调后 再行入场多单是更好的选择 由于以太坊的单边上涨行情 线下下方的支撑 主要看飞布那契和跳空缺口 3500位置同时受到双重回调线 和跳空缺口下沿的支撑 而且昨日K线也在该位置 形成了长下引线 说明下方的支撑力量较强 再下方的支撑 则是看2900附近的跳空缺口上沿 双重回调线 以及长线趋势的共同结构 考虑到短线利空因素影响较多 做多以太坊 可以采用分批多单的入场方式 还是需要提醒交易者 加密市场波动性较大 入场需要控制仓位以及风险 这里还提供一个另外的交易思路 就是利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分化走势 进行对冲的交易 做多以太坊的同时 以相同价值做空比特币 对冲整个加密行业的风险 通过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价格分离 进行盈利 从比特币日线图来看 最近比特币利空事件频发 使其价格承受了较大压力 昨日K线在跌破头肩顶紧线之后快速反弹 形成了假突破 短线还没有触发空头的信号 但是头部压力已经形成 也没有利好消息面支撑 目前比特币是依靠投资者的信心来支撑的 限价位置受到了5万大关的支撑 该位置是紧线与长线趋势的共同结构 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关键的位置 一旦出现扭转类利空事件 比特币可能会突破5万大关并快速下跌 考虑到美联储收紧政策的预期不断提前 一旦缩小购债的计划 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就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短线来看 一旦比特币再次回到5万大关 就是空单关注的机会 以上便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加密货币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分析 请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